各位投資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分辨中真 今天以目前的行情來講 行情真的回來了 就像我講的 真正的大行情 資金會開始擴散 資金它會在各種群中 不斷的去擴散 今天你會發現到 今天其實資金 還在做這樣子擴散的動作 其實以整體行情來講 我認為說 最會的時間點已經過了 就是說不管是升息也好 通膨也好 還是說烏二之間的衝突也好 它對於股市衝擊力 最大的時期已經過了 我這樣講好了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這樣子的位置 其實不只說難操作 說光看指數是難操作 沒有錯 除了指數以外 裡面的內容物也很難操作 因為其實在3月份的上旬 或是說2月份的月底 整個資金是沒有太大的邏輯性 所謂的沒有邏輯性 就是說它都是個股點火 零星點火 這樣子的行情 確實很難操作 但是其實從上週一直到今天 從聯準會正式公布升息以後 你會發現到 資金它非常具有邏輯性 具有邏輯性就像我講的 它就是實戰上真正的大行情 因為資金會擴散 資金會擴散 你可以在同樣的方向裡面 很直接的去找到 接下來可能會漲的股票 當然說其中的資金 它有分成很多的區塊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題材 它有屬於自己的金流 包含像是MCU 包含像是台積電設備 包含像第三代半導體 它都有屬於自己 不同的資金區塊 當然說不同的資金區塊 它擴散的方式都會不一樣 這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所以其實指數在這個時間點 不是說非常重要 那稍微去看一下 整個加量結構大約是這樣 就是說在17700點這個位置 它卡了比較多的套牢賣壓 那預計指數會在17700點上下震盪 那稍微震盪 那再去挑戰季限 它會占得說更扎實 這就是整個指數的規劃 跟整個指數它的套牢區 好 那我認為說 其實指數就是參考就好 那重點還是擺在說 盤面向資金擴散的動作 因為其實行情真的回來了 大資金真的回來了 我相信大家也都感受得到 很多個股 很多所謂的基歐股 都開始一檔一檔在上漲 那當然說在這兩週 那跟著我們操作的新成員 新加入的成員非常多 那很多人都會有這樣子的疑問 為什麼資金邏輯 為什麼資金擴散 它這麼神奇 可以直接找到 接下來會漲的股票 為什麼可以從中砂的上漲 找到祥敏 找到金鼎 再找到信鴻科 又或是說從中砂的第二條產品線 再生金源 中砂上漲再帶出再生 台積電裡面的再生金源 深洋半導體 星雲這些都是 包含像是MCU也是 為什麼新唐先漲 為什麼新唐會在上週漲 新唐漲完之後 它會帶出松翰 它會帶出生權 零通這些 大家都有這樣子的疑問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 就像是說高鐵好了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高鐵 高鐵從台北出發南下 下一站會到哪裡 新竹 桃園 是不是 高鐵從高雄北上出發 下一站會到哪裡 台南接著台中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你對台灣的地理夠熟悉 那為什麼會知道 中砂漲完漲翔敏 再漲景底 再漲信鴻科 那接著輪到深洋半 輪到行雲也跟著上漲 因為我對產業夠熟悉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相對的 只要你了解說 整個產業它的規劃 你會很清楚知道 資金接下來會往哪裡流 先看MCU 以MCU來講 就像我講的 其實你說 一段行情出來之前 首先你要去判斷說 目前的資金它流向哪裡 金流在哪裡 當時會講MCU 關鍵就在於資金 它在向後找題材 資金開始去買一些 從而都沒一直漲的 瓶蓋股 台郡 真寧GIS這些 代表說資金它在找去年 原本就有了題材 它沒變過 所以你去看今天 今天包含像低軌衛星也很強勢 低軌衛星也是在去年第三季 非常強的一項族群 是不是 資金就是在向後找題材 所以上週才會講MCU的黑馬骨 4919的新唐 3月17講完之後 3月22 本週二上漲4% 本週三昨天漲停板 創歷史新高 今天3月24號 最高來到180元 短短一週20% 獲利就是20% 當然說 應該說整個MCU族群 它裡面的個股平均的成交量都比較大 包含像盛群 包含像升群 零通 這些其實軍量都還算大 也是因為它軍量比較大 所以代表說 它這一條金流的量是比較多 金流的量比較多 代表說它擴散的速度 跟它的效益會來的比較大 等於是說 好這個時間點 新唐先漲 漲完之後 包含盛群 包含松翰 這些中小型二三線的MCU 全部一起漲 同時間上來 因為這一塊的金流 它的量是比較多 當然說金流的量比較大有它的好處 但是也有它的缺點 就像我講的 我們資金只有一套 同一段行情裡面 我們操作A就不可能去買B 沒有錯 我們買新唐 在同一套資金裡面 買新唐就不可能去買零通 或是像升權 這些都是 所以我認為說資金流向 資金擴散效應這個東西 應該是慢一點比較好 慢一點比較好 但是這不影響 總之結果都一樣 資金它都會擴散 只是說擴散的速度 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新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新唐上週講完 本週漲20% 本週漲20% 順便把其他二三線的一些MCU 全部一起帶上來 重點是這裡 第二季開始任列高塔半導體的業外收益 所以要買一定是在第一季的季底買 所以其實新唐上漲 你會知道大行情回來了 應該說大資金回來了 大資金回來資金會擴散 資金會擴散 每週或是每隔兩到三天 就會有新的股票 就會有新的標股 所以就像我講的 只要資金開始出現擴散效應 週週都會有新標股 這不是口號 而是資金真的回來 而且是在不追高的前提之下 那我們去找到接下來會漲的股票 就像剛剛所舉的例子 為什麼我會知道 好像中砂 中砂漲為何要漲祥民 這裡中砂 中砂它算是這一段 我們就看這一段行情 應該說中砂它是率先上漲上去的 經過說大盤千點的下跌 中砂率先上漲 3月9號有講過 接著一直到今天 還在創高138元 是不是 中砂這一段率先上漲 當然說中砂它是台積電設備裡面 很重要的一檔股票 它的產品線有包含 前段耗材的鑽石碟 還有再生金元 本身就是機油股 全點7到8 100出頭股價便宜 好 所以中砂它會出現兩條金流 第一條叫做台積電前段的耗材 鑽石碟這一塊 所以它這一條金流 會在前段的耗材開始去擴散 開始去擴散 所以中砂先漲 那當時講過 8091的祥民會跟著往上漲 這裡 這一段是不是 今天小福回答不影響 祥民先跟著往上漲 那你說錯過中砂錯過祥民 是不是可以直接再去買金頂 就是這樣子的邏輯 因為中砂它第一條金流 是在前段耗材這一塊 那前段耗材 我們就要去往前端設備去找 祥民它是屬於前端耗材的加工 所以資金會先流過去 就像高鐵從台北出發 會先到桃園再到新竹 這樣子的邏輯是一樣 好 那當資金轉移到了祥民 祥民它是屬於前端耗材 好 那前端耗材 它會在前端這一塊持續找標股 包含像三四一山的金頂就是 三四一山的金頂 它是屬於前端的金元代工 一直到今天還在漲 是不是 它也是前端 這一個區塊裡面的其中一元 台廠中極少數的前端代工 好 當你看到祥民上漲 應該說當你看到金頂上漲 金頂上漲我們可以很直接聯想到 金頂它是做自動化設備 那它自動化設備其中是帶有 所謂的綠色製造 環保這一塊 既然是綠色製造跟環保 就要直接聯想到 台積電設備廠裡面 有哪一檔機優股 注意是機優股 有哪一檔機優股 它符合所謂的綠色製造 環保這一塊 資金就會過去 這裡 所以我在本週二特別講過嘛 綠色製造的黑馬股 台廠中極少數具有 先進製造廢料處理系統的 一檔股票 6667的信鴻科 昨天大漲的7到8% 今天持續在攻高 是不是 這就是一個邏輯 它本身就是一檔機優股 它的機優股不變 它是台廠中唯一具有 先進製造廢料處理 這項題材從來沒變過 但是因為資金開始轉到金頂 轉得比較偏向綠色製造這一塊 6667的信鴻科才開始漲 所以這就是一個 很完整的資金邏輯 資金的流向 它也是我不斷強調 資金擴散的效應 這是非常有邏輯性的 你說為什麼 資金會從中砂到祥敏 再到金頂 再到信鴻科 關鍵就在於說產業 這是一個很明確的產業規劃 本身在產業這一塊 本來就算是我的專長之一 所以套用上去 操作起來自然會順暢很多 好 那再來是說 信鴻科 漲完之後 今天一樣有一檔 今天一樣有一檔 比較偏向前段設備的檢測廠 也開始有買盤進場 所以其實你這樣從中砂上漲 一直到祥明 一直到金頂 一直到信鴻科 一直到今天 前段設備的測試廠 開始有買盤進場 你會知道 只要大行警回來 大資金回來 真的是兩到三天 就會有一檔新的標股 是不是 所以你說 好 如果錯過6667的信鴻科買什麼 今天又有一檔新的 前段設備的檢測廠 那當然說 中砂漲上來之後 中砂它有兩條產品線 第一條它會帶出所謂前段的設備 那第二條它會帶出再生金圓 因為它的佔比大約是各半 那再生金圓這一塊 當然不是說隨便去選再生金圓 而是要去選 因為中砂它本來就是台積電設備的一員 所以是要去選台積電設備裡面的 再生金圓廠 那台積電設備的再生金圓廠就兩檔 森陽辦跟星雲 所以森陽辦 所以是中砂的上漲 昨天是不是一根漲停板 今天再大漲大約是4%左右 往上拉 台積電的再生金圓廠 森陽辦 那如果說照這樣子的邏輯 接下來可以去留意的 可能就會是3583的星雲 就是用這樣子的邏輯下去選股票 所以你說 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要去買金油股 金油股這麼多 現在要買哪一檔 這是重點 那只要說資金它開始有邏輯性 你就可以在不追高的前提之下 直接買到接下來會上漲的股票 不是今天強勢的股票 而是接下來會強勢的股票 所以為什麼從3月17號過後 那我告訴你說 航行真的回來了 你不要去管指數 指數怎麼走不重要 所謂航行回來是資金 它開始有邏輯性 它開始會擴散 只要開始會擴散 你可以在不追高的前提之下 買到接下來會漲的股票 所以其實台積電這一群 台積電這一群 它算是最好的輪動 應該說台積電所有的供應商 它的均量大約是一半以上 都不到1000張 每天均量都不到1000張 那也是因為說 它整體的金流是比較低 所以它會以輪漲的方式上工 輪漲最大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不會有機會成本 賺完一檔換下一檔 下一檔賺完再去換下一檔 但是如果你說像新唐 那新唐漲上去之後 所有的二線三線全部一起跟漲 漲勢很快沒有錯 但是同時我們會有機會成本 賺新唐不可能同時去買 別的MCU 差別大概在這裡 但是其實它的邏輯都不變 它的結果都不變 資金都是會擴散 只要會擴散 這就是好行情 包含像康普也是 康普今天是不是漲7% 上漲7% 康普我們是在大約是 這個位置就開始漲 一路這樣往上漲往上漲 康普的上漲 再把每期馬一起帶出來 不過其實這非常的明顯 就是說在整個電動車電池產業裡面 它的均量又更小 也可以說它的金流量 又比其他族群再更少一點 因為電動車電池這個東西 整個族群至少一半以上 大約是三分之二 它的均量是不到1000張 代表說它擴散的速度 會來的比較慢一點 但是它還是有在擴散 所以當時講完康普漲上來之後 輪到美其馬 美其馬之後 像本週一所講的 這一檔 富奇材料的黑馬股 這一檔 今天也是創下短線上的高點 這個就是一個擴散效應 不過說 因為資金有限 資金只有一套 如果當你發現到資金擴勝得太慢 我會先出場 我會先把一些股票 先把它獲利出場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你說什麼樣的股票可以去操作 幾乎是兩到三千 就會有一檔新的標股 在台積電設備這一條金流裡面 今天又有新的前段的檢測廠 開始轉強 有機會在下週起漲 再加上說 昨天有講過的 小聯發科 連續7年虧損 下週有機會 釋出大力多 這兩檔都是明天的布局重點 跟著資金走 每週都有新標股 甚至兩到三天 就會有新的標股出現 利用廣告時間 跟上下一檔標股 直接打電話進來 先進一段廣告 全面強化安全防護 引領效率超越期待 因為五支 遠方未知的事物 呈現眼前交通領域智慧化 全面實現數位轉型 讓遠方靜在指使 摩爾堅持 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 及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 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 到風塵浮塗 舉個基本面 到深夜池泡面 摩爾堅持 重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明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幫你幫我 講得真好 現在他們一定只聽 我們的娘就是這麼笨 以為我們會認狼仔哥嗎 是吧 兄弟們 REP 給你一堆翅膀 資本市場籌資 不僅讓創新企業 能有迅速著重的機會 同時也提供投資人 更多具有發展潛力的 投資標定 創新企業進入資本市場 新選擇戰略新版 很棒的 這個心臟我用60多年了 我們的心臟一定要夠 要怎麼夠呢 一個是皮原酸 另外一個是Q10 這兩個都是從 天然物所萃取出來的 比心臟的Q10含量最高 隨著年齡增加 Q10含量也會降低得很快 我們的Q10用的是還原型的 嗯 那麼它的吸收效率 比現在市面上所有 氧化性的效率要高2.5倍 愛顧星滿滿的Q10 聽說有優惠 趕快打電話 0809 082929 你跟他們說 這事別擔心 你先把王爺贊成債的銀子 提救我 我沒法給你啊 現在日常和的許多事情 都碰到一塊了 我實在沒有那麼多的現銀 五周生意維他命EC口含定 那年花開月正元 最專業深入的追蹤 最學威公正的評論 最真實的聲音 都在樹林大國家 週一到週五 每天下午4點 晚上8點 聽請鎖定 中視新聞台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資金擴散效應 為什麼這麼的神奇 我會覺得說 他的邏輯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有辦法 從中沙的上漲 那一路這樣延伸延伸 延伸到升兩半 延伸到66672新的紅科 那甚至包含像是 第三代半導體 漢的漲完漲加金 加金漲完 那一直延伸到蓬城 在近期也是上漲 為什麼會有 這樣子的擴散效應 那其實說 看懂這樣子擴散效應 我們可以很輕鬆 在不追高的前提下 買到接下來會漲的股票 那其實你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模式很神奇 主要是因為你對產業不夠了解 就像剛剛所講的 你會覺得高鐵南下 從台北到新竹 再到桃園 會神奇嗎 不會 或是說從高雄 北上 到台南 再到台中 會神奇嗎 不會 因為你對台灣的地理 夠了解 那相對的 只要說了解說 整個台股的產業狀況 產業的概況 你會知道 接下來資金會去哪裡 應該說 接下來 如果說照這樣的邏輯走 資金本來就會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就是我所強調 真正的大行情 真正的大行情 資金會擴散 資金只要開始擴散 獲利空間就會大 所以關於這樣子的邏輯 在我這兩大平台都會有 Lite跟Telegram ID都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這兩大平台非常重要 一定都要先夾起來 它可以幫助你說 除了說會告訴你 一些資金的狀態以外 也可以幫助你 把一些所學到的東西 下去做整合 有些人說基本面很強 產業面很強 技術面很強 籌碼面很強 但是如果你沒有把它 整合到實戰應用 其實還是賺不到錢 所以這兩大平台 它就可以幫助你 去達到這樣子的目的 把你所學的 去轉換成現金 好 那當然說 除了剛剛所提到的電動車 台積電設備以外 其實你去看 為什麼我會說 資金它擴散的速度 慢一點其實是比較好 應該說適中 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 就像4919的新唐 因為每一條族群的金流 每一箱族群的金流 它都不一樣 它裡面的資金含量都不一樣 像新唐來講 新唐包含像盛群 包含像是松漢森權這些 它整體的均量 整個族群的均量 是相對來講是比較大一點 那族群的均量大就代表說 它擴散速度會快 擴散速度會快 就像我剛剛講的 上週買完新唐之後 新唐漲上去 那我們要去哪裡找 還沒漲的股票 其實難度是比較高 因為還沒漲的股票 在新唐上漲的同時 全部都被帶上來了 這就是我所講的 所以在MCU這一塊 它自己還是會擴散 只是說能操作的標的 可能不會到這麼的多 這就是其中的差別 但是不影響 有好有壞 像是說電動車電池 今天也是非常的強勢 4739的康普 4739的康普 這個位置開始講 往上拉 但是因為說康普 康普這樣的資金流向 跟資金擴散的效應 真的是比較慢 它的股心太溫 所以康普就已經先把它出掉 康普我們已經先賣掉了 那就是把資金去做 更有效率的應用 這不怕你知道 包含像是4721的美琪 美琪賣也是 其實電池正極材料 它會開始從上游 上游正極材料開始擴散 上游正極材料開始擴散到負極 美琪馬漲完之後 負極材料黑馬骨 上周講過這個位置 今天也是大漲一根長紅 代量大漲拉出長紅 創下短線上的新高 這也是一個資金擴散的效應 從上游正極材料 一直到上游材料的負極材料 這樣慢慢下去慢慢下去 只是說整個電動車電池 它的資金量就比較少 擴散速度慢 那我們就是先換股操作 那包含像第三代半導體也是 第三代半導體 它其實也可以突顯出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看懂盤面的現象 你會知道現在該買什麼 這是其中一環 就是說在這個時間點 你知道說盤面上的資金 它在想什麼 你會知道現在該去做 什麼樣的族群 你抓到這樣子的族群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樣子的族群裡面 開始去尋找資金擴散的效應 那只要說資金擴散的效應出來 你可以直接去找 接下來會漲什麼股票 就像第三代半導體 第三代半導體 當時我為什麼會在這裡買 3月10號 緩敵了近半年 我沒有任何一天有講過 但是我偏偏在3月10號講 講完之後連續拉了將近兩成 到今天還在漲 這一段至少15到20% 是不是 這就是盤面現象 了解到盤面現象之後 你會知道現在該買什麼族群 該買什麼題材 好 抓到這樣子的方向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在這樣子的族群裡面 去尋找股票 尋找說這檔上漲之後 資金會串到哪裡 資金會流到哪裡 這就是資金的邏輯性 所以只要出現這樣的情況 操作起來會很快 賺錢速度也會快 所以370現在漢磊今天在漲 那包含像是 漢磊先講 漢磊漲上去之後 輪到3016加金 同集團一定會跟漲 尤其是說以今年來講 今年加金的空間 可能會比在漢磊再大一點點 今天加金再漲2.8% 這一段也是大約是15到30%左右 那就像我講的 其實資金擴展效應有分成很多種 它有可能會從上游一直到中游一直到下游 也可能從相關的一些供應商競爭者下去開始擴散 那以漢磊跟加金整個第三代半導體集團來講 那之前有提過嘛 它會開始慢慢擴散到最具有想像空間的第三代半導體股 彭城 巴爾屋的彭城 彭城漲上來之後 今天的漢磊跟加金又在續工 那他有機會再把包含像是二集體這一塊再帶出來 所以其實只要說依照這樣子的邏輯下去做懸故下去做操作 不用到一週可能說兩到三天就會有新的標股新的機會 所以像中砂也是中砂看起來說中砂一直到信宏科 一直到森陽辦看起來很神奇 但是它就是一個產業的基礎 它的產業就是長這樣嘛 台北本來就是在桃園的上面 桃園本來就是在新竹的上面 這有什麼神奇 沒有 產業也是一樣 156年的中砂 中砂今天續長應該說 中砂在3月17日先長一個漲停板 從這個時間點開始 因為行情回來了 行情回來了資金又開始擴散 中砂漲上去之後擴散到兩條產品線 前段耗彩鑽石碟跟再生金源 祥敏在漲 輪到金頂 金頂依照這樣子的產業邏輯 就輪到本週所講的6667的信宏科 所以其實也不會存在說要不要去追高的問題 你說錯過就錯過 錯過這檔股票我們去找下一檔 資金有邏輯性 我們可以很直接找到下一檔 所以一檔股票漲上去要不要去追高 這連問都不用問 中砂它第二項產品線 再生金源 中砂漲上去之後 生養半昨天漲停今天再續漲 接下來最有機會的 這樣就可以去觀察3583的星雲 一樣是台積電的再生金源 它就有機會跟著往上拉 所以今天以台積電設備這一群 又有一檔新的股票 它是屬於前段耗彩的檢測廠 也開始有買門進場 有機會在明天或是在下週開始起漲 那還有這一檔 昨天講過的小聯發科 連續期點虧損 下週有機會四處轉機 如果四處轉機的話 它的想像空間會非常的大 跟上全新的表股 直接來電 跟著資金走 週週都會有新表股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